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今天来到霹雳州的双五龙 今天来有什么目的呢 就是要带新鲜的海鲜回去煮给你们看 船通常有分为ABC就是小到大 小的通常都是今天出去几个小时坐了就回来了 中的通常都会出去四五天 像在这个双五龙这边就是小船比较多 所以海鲜也比较新鲜 因为有些是当天回来 大家看一看 这些就是B船 那鱼服呢 几乎都是在这个船上面生活的 在上面住也是在上面 吃也是在上面 B船因为它比较大量一点 所以可以去到比较远 但是它就不能倒流到等七天十天 为什么呢 它空间不够大 它们要收鱼也是需要到空间的 大家看一看 这一手就是A船 A船这样小量 是不适合去到太远的 因为大浪一来到 分分钟会返船 这一个你们看到好像雪山这样的吧 里面 这里上面就是有东西 然后有一架机器 一叠出来就是变了冰了 这个冰是有餐料盐的 所以我们吃下去是咸的 过后它的目的就是要把鱼保鲜 然后比较耐冷 比较耐冷一点 它们是放网的 桌上来大多数都是甘萌鱼 它是什么鱼啊 马雷 马雷 马雷啊 其实马雷是什么话 朝周话 这个就是朝周话叫马雷 那这种鱼适合拿来做鱼园 或者是蒸一蒸煎一煎也很好吃 哇 这是活的哦 我吃到这样大个就是第一次拿着这个活的磨斗在手 磨斗做什么好吃大家都知道啦 炒功宝炒酱葱 或者是拿来炸 或者是盐烧都很好吃 其实这样新鲜啦 清蒸的好吃 这个我一定带回去啦 带回去就煮几道给你们看 这是什么来的哦 这是海胆啊 不可以吃哦 不要听到海胆就以为是油腻啊 污腻啊 拿来生吃哦 不要玩哦 迷你的红花蟹 哎呀 哎呀 痛哦 我们想要这样子整制啊 拔掉了壳 拿去炸 炸它去哪吃 然后泡一点那个蜜汁跟芝麻 哇 好好 可是这一道我没有教啦 因为教了你们买不到材料 这个才是重点 还有水母 新鲜做回来就是最好吃的 所以这一种呢 比较难保存啦 如果是整只放下去树洞的话呢 那个里面的肉质变到不美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通常他们会拿来做虾骨肉 虾骨肉就有水分包着 所以可以保存得比较久一点 哇!很大栏虾骨啊! 现在我们就会去剥虾骨肉 美的虾骨 哎呀!有收获啊今天 哇!你看美哦!薄薄哦! 你们就是每一只都是这样亲手扒出来 没有机器可以扒的 没有机器可以扒哦! 所以你们吃的虾骨肉啊 每一只都是人手扒出来的 我就很怕买到那种白色虾骨肉 这种我们叫黑虾骨 其实咧他们是叫青虾骨对吗? 青虾骨哦! 青虾骨跟黑虾骨有什么分别啊你觉得? 青虾骨是在前海抓到的 白虾骨呢是在比较深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会怕遇到白虾骨 因为我们炸的时候啊 它太水性了啊 当我们炸哦它会飙水 整锅油都很容易肮脏啊 如果我们不沾粉更加死 再一锅丢一锅油 所以你们在市场上啊 现在就很少吃到那些没有粉的炸虾骨 你们自己喜欢吃那种? 虾骨肉就是这个好吃的 虾骨肉做虾骨肉肯定是这个好吃的 然后白虾骨呢是做有客的虾骨 这个我们炸起来的时候都比较结实 而且如果我们做生意啊 用这种青虾骨啊 我们所谓的黑虾骨肉啊 炸起来也比较有成熟 试下去啊它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现在买回去虽然是新鲜啊 当我们拿去冷藏的时候啊 它都保存不到它那个肉啊 是饱满和切实的 但是呢今天呢 阿师母我讲它有办法了 我摸摸的时候就过多水了 听好来啊 是在船上已经煮熟了的啦 煮熟了拿回来直接速冻 看到吗 这个肉质真的是饱的 很明显是饱肉 随便拿一只是饱肉 可是吃就不知道啦 这个我要拿两包回去示范 我示范了再拍给你们看 我回到去我就会教大家做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效果料理 我们敬请期待 除了今天大家玩意试啦 没有问题啦